今天我们做完了最后一次核酸 有可能在接下来几天 我们就有可能要解锋了 都可以出门了哈 今天老婆跟小孩子他们要一起 做这个什么 苹果排 里面有谁不知道苹果排的 在评论区里面留言一下 说实话 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什么叫苹果排 是那个快餐店里面的 你上班的时候见过的 对 10块钱一斤的苹果 他给我切成这个样子 你们晓不晓得这个苹果也好贵 一定要成功啊不要失败哈 姐那个给你吃 那就吃了 妈妈我要切嘛 你去和面粉 这个要切成很小很小的地儿咯 要切很小 我总感觉到找到苹果 你吃的事都晓得了 又没找它了 这个一个派还是要七八块钱的 你小一个派才好大点儿咯 一百块 不晓得 嗯 大没吃过的都晓得 我觉得苹果还是要这个样子吃最好吃 来 摔银摔 来一块 嗯 很厉害 他买这个要鸡票啊 你有嘛 他要吃哦 那个都苹果 那是苹果的 来 苹果米粉 苹果排 其实有牛奶的话加牛奶还没些哈 没得 现在加了面粉和糖果果 都把它捏成冰冰 好嘞 把面包坑放在里边 把面包坑倒出来 这个形状出来不后哈 我们给它 沾点水 再给它 沾点面包坑 这个跟冰子有啥区别 我炸了个冰子还没得区别 你们这个还是尽量弄大小均匀 你们那个千七百公 这个孔子不好啊 这就是他们出的派 你看 七星乖装 我们鸡鸡吃也不受胃 这种太薄了的都不好看哦 要这种有点立体感的哈 嗯 这个长方形 这个弄了个长方形 你看你们弄的那些形状哦 这是个鼻子 这是个眼睛 这是个嘴巴 你们想得出了 老公哪个鼻子是我呢 那个鼻子是你弄了 嗯 哪个鼻子能够长 嘿嘿嘿嘿 张鸡鸡的鼻子就像这个样子啊 哦 你是看到张鸡鸡的鼻子那么长啊 嗯 海面包包的鼻子也像这样长啊 嗯 哇 一手洗不洗 洗了 其实是啥子牌 就是苹果酥 苹米炸了过后 煸了过后面皮很酥脆 里面又很糯 本来是要扯小饼 结果他们两个这样形状也扯过 那样形状也扯过 然后就的时候要给他领个新装 太浪了吧 最开始的时候 我被苹果派的三个字迷糊了 我以为是个很高级很高档 很高大上的东西 结果就是一个油饼 好吃 真的好吃 不就有点甜 这个又是辣椒 有点甜 好 吃完 再见再见